我建议可以多多使用,因为它不用钱 而且目前还没什么流量限制 我之前遇过的问题大概就是 一个班上可能有七八十、九十个同学吧 同时存取它会出现超过使用上限 不过一般状况应该很少啦,大概60个以下应该都OK 而且download这个档案,像之前上课就是 一个班全部人都去抓Eclipse 也没有出现状况 速度也非常快 所以这个应该不是一般的Server可以负荷的 而且它也没有发警告信给我 说你这样子一天就给我抓了 一个Eclipse就多少,我至少打包起来大概就快1G 那如果有50个去抓的话就50GB 50GB不得了了 你瞬间50GB,这以前如果在机房直接爆掉了 这个如果去租用人家的频宽的话 这个马上爆表了 所以这部分当然 可是Google到目前为止 它没有因为这样子 它跟我要索取额外的费用 这部分实在太厉害了 所以这边的话我们可以新增试算表 新增表单 甚至文件啦 简报有些我会直接 我如果在一些电脑上面没办法 去放简报我刚才直接在上面 直接Google简报上也可以直接来用 另外的话还有绘图 就是我们要做的 你可以新增一个绘图之后 然后再把图贴上去 贴上去之后的话再发布 一样有发布 我刚刚随便拉一个图 然后这个图可以把它放大缩小 还可以做一些简单的处理 所以它是很厉害的 等于以后线上的Photoshop版 没有那么多啦 不过基本的编修功能都可以云端处理了 那你就当然就不需要再去 额外再去找一个 简单版的影像处理这就很简单 你就把它 传上去也好 或者是说你可以复制贴上 我刚刚是从 我的其他 影像然后复制 最后的话你可以把它发布 这边一样有发布 发布到云端 会产生一个什么 会产生一样一个网址 就这个网址 它实际上就是一个PNG档 那你直接怎样呢 把这个网址 改过 就是改哪里呢 改这个地方 直接把它贴上去 我们本来那个图档的路径 把它改一下 改完之后的话 我直接在我手机上 我把它save之后 看到的就会是 我刚刚的那个图档 没有问题 所以这边看到的 按下读取 有没有 马上就可以看到那张图了 是不会有问题的 也就是说将来你的图档 也可以放在Google drive里面 没有问题 OK 这地方的话 我想各位可以试试看 那再来的话就是说 除了刚刚讲的那个 线上汇率是文字 这个是图 那另外还有就是说 因为再来 读取网路的资源 多半还是要server啦 因为毕竟Google drive 它有它的用途 但是你要去控制它 目前恐怕还有点问题 所以一般技术上 一般用的最多还是要 架那个webserver 然后后面如果你要database 你可能要再架database server OK那最简的 最基本的就是webserver 那我们这边测试 我这边有提供给各位一个 因为我其实几乎都教过 刚刚讲的什么什么pe ASP大概20年前就开始用这些东西 然后慢慢有什么php出来 在ASP搭net再来JSP 那主要会有这四种啦 那其他最再更早还有CGI啦 不过CGI其实也可以判断到 只是说现在就没在用CGI了 那根根会比较接近的就是那个JSP啦 因为JSP语法 我想大家也比较熟悉 所以呢 那要怎么样快速的建一个 这个JSP的环境 其实非常简单 我已经帮各位打包好了 额外另外再也 不过你们就是要去download 是做一些简单的设计 马上就可以开发JSP了 这个也是test过了 没有问题的 我给你们东西都是 已经做好了 ready的东西 那你只要去哪边抓呢 没有话等一下可能也是要 云端上面 我刚已经把它放上去了 在那个我的 我们的环境里面 会有一个我看一下是在 外面的部分 有一个就是 Eclipse 11的 那个打包档 Eclipse 11的 就是我们提供给各位不是4.22的 4.22是我现在用的 4.32是我后来又弄了一个新的 那这边有个Eclipse 11的这个版本 那这个11的版本是for开发JSP用的 因为JSP 它需要用到server的功能 server 那server我们会 需要把汤可以包进来 当我run那个JSP的时候 或者serverlay的时候 它必须也顺便把那个汤可以叫出来 我才可以马上看到结果 总部的 至少我觉得在开发上会比Android简单多啦 因为Android还要在等那个摩擬器 而且 像如果环境RAM太小的 我看 如果说CPU太低接根本 算了只用17来跑好了 不然的话光等就等 那首先 而且它不需要包一些SDK 我们直接怎么样呢 把这个环境当下来 它11的话指的是Enterprise的版本 就是企业版 那这个版大概200多Mb 你们等一下试试看 如果档太大的话 那就是跟同学share一下 就是旁边的同学抓到之后 用随身碟call一下 那抓下来之后 等一下我再教各位怎么样做设定 其实很快就可以把一个 Toncat把它架起来 里面的话已经有 把Toncat放进去了 所以这个环境里面 基本上就是Eclipse的Enterprise版本 再加上一个Toncat Toncat我想开发JSP 大概第一首选 它会直接把它挂在那个 我们的环境里面 只是说你要做一些相关的设定 那这个部分等一下来看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试试看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才有办法去练习 怎么样跟Server那边做互动 那其实Server端部分 无论说你是哪一种P 反正它的原理都一样 大部分的工 大部分只是说语法差异 但是那个流程上面 不外乎就是Gate跟Post 这两者 然后你可以跟动态网页那边要东西 要玩东西之后 它会Response给你结果 做一些互动 那如果要Database 当然也是要透过那个 像动态网页去跟后端 拉一个资料回来 然后也是让Response给你 是一样的 那如果你要塞资料也是一样 你也可以丢一个东西给它 它帮你塞到Database里面 那Response给你告诉你 哦 新增成功 大概就是这样的流程 OK 那这里的话我想各位 先把环境快速的建起来好了 不然的话 其实光那个搞这个环境 恐怕又不是短时间可以完成的 所以因为我的时间没有很多 所以我就光各位已经打包 等下跟各位讲怎么用 那你就把它当成一个Standard的 一个算是一个环境好了 反正确定可以用了 那以后你要再玩的话 你们再自己再去去去去去改一些东西 啊